第四份对508所实验队的计划管理 以及分队的党支部工作和队内的一些日常管理工作 我和爸爸四月份是同期进场的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回去了 但是当时北京疫情还是很严峻的 很多公交车和出租车还没有复工 妈妈不会开车 所以他上下班只能靠步行 每天要走十几公里 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报喜不报忧 然后是妈妈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温暖 所以呢给妈妈比心 谢谢妈妈 我是西安风月的张岸君 在这次火星看算任务中负责微波测具测速明暗器的工作 儿子 今年你就要幼儿园毕业了 在上幼儿园的这几年 爸爸都不知道你的教师在哪里 你的老师是谁 爸爸对你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 记得在疫情期间 爸爸问你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 你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礼物 这句话让爸爸非常感动 从那天起 爸爸知道你已经长大了 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多多体贴妈妈 做咱们家的小男子汉 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是风伟 在这次火星看的任务中负责总装公寓工作 姚姚听说你就长大了 会自己在家独立上课和学习了 还听说你拼了个发射场的塔加克火箭 回家给爸爸讲讲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 春节给爸爸做了一个精美的VCR 爸爸也要回家 但是要先把工作做好 我们一起加油哦 大家好 我是傅小魏 我在火星参测器任务中 承担综合测试的工作 想对我最宝贝的闺女笑笑说 你给妈妈写的诗 妈妈都看到了 给妈妈做的礼物 妈妈也看到了 我们再也不用通过视频见面了 妈妈真的快回去了 最后这几天 你还是要听爸爸 听老老爷的话 再见出几天 咱们北京见 我是五零二所李志平 负责本次火星探测任务中的火星车GNC分析筒 自打我干这份工作以来呢 确实也很想有时间陪伴你们 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陪你们度过 吸引的确实感到非常非常的愧疚 但是呢你从来啊 不对我的工作抱有任何的怨言 你为这个家庭做出来了很大的牺牲 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话 感恩有你 感谢有你的陪伴 谢谢你 我是来自航天五月总体部的王闯 在这次火星探测任务中 负责探测系系统能力相关的工作 进场以来 由于一直处于家门家里的工作状态 经常忘记给家里打电话 有时候想起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只能发个微信 我以后想家里的情况 工作时间你很少因为家里的 事情发电话给我 帮我分析 让我带人 幸福 房产任务结束以后 可能还要等到第一阶段 这部阶段结束之后 我才能回家 等着我们成功的好消息